所以无名原形 这种行 无名 因为无名而产生的这种 这种身心的 欲动 它可能形成一种 它可能形成一种 理想 也可能形成一种 只是单纯的欲望 它都是行 所以行啊 整个表现起来 就是什么 就是爱去用 就是后面 十二因缘当中的爱取友 只是把这个爱取友呢 用聚观的角度来看它 就是一种行 你就在做那个嘛 你就做那个事嘛 你去出家 他去娶老婆 我胸胞胎弟弟去娶老婆 去做他的什么 我在卖 不是说我在卖 我早期不是成立一家 富生善缘公司吗 那么呢 去种田 然后呢 去不杀生的方式 然后取得了原生种 然后呢 再经过那个什么呢 无毒的 或者是有机的制作 然后制作成可吃的 然后给你吃 你知道我弟在干嘛 我弟早期呢 他在当教书 后来呢 教了教了教了 发现呢 人家少子化了 越来越不好教 我已经看到他这样 兄弟一场 我就跟他讲 你读化学 我读物理 他读化学 那读化学 你搞那个香噪 然后呢 就在网络上面 卖几个粉丝 这日子怎么过 那自己 自己感觉良好而已 我都不好意思这样讲 他不能 他很爱那个的 那么我们做哥哥的 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我心里明白 那我就跟他讲 干脆我也要卖黑豆 帮助地方 那我干脆 顺便帮助你好了 那么你去卖了肥皂 那么做各种肥皂 来给初家师傅用 那就是几年前嘛 那就这样 两样产品 成立一家公司 那么就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就弄了弄 结果他现在干嘛 他现在发现 那个也不好卖 大家都能干 随便 两个都搅和搅和搅和 就叫手工香皂 那个东西倒一下 倒一下 弄一弄 他就手工香皂 他堂堂一个什么呢 堂堂一个化学硕士 跟人家在比 那个手工香皂 又没有做得比人家漂亮 卖得比人家好 算了 平衡猫的歪者 那干嘛 他现在越走越极端 他在走什么呢 他们卖小姐的东西 我很多粉丝 偷偷溜到他那里去 为什么呢 因为产品吸引人 他就说 你看我这里有皱纹 现在照一张像 照一张像 有皱纹 你看我现在涂我现在 制造的这种 什么膏 什么膏 什么油 什么水 抹一抹 三分钟 再照一张 你看 他自己当模特 这样 他说 你看 那个皱纹没有了 应该不会骗人 他这个人算蛮诚实的 但能撑多久 我不知道 我在心里想 他就搞这种美美的 他也 这是他今天人生的价值 是这样 那我们在想 你也是一个 你也是一个宗教家 那为什么 你只做这个呢 你不能做点别的吗 但后来我又想一想 那我又算什么 我又高尚人家怎样 算了 都是无名原刑 都是无名原刑 也没有什么高尚人家太多 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 出家人的事 那就好 那你就去做 我们别必管别人人家怎样 你什么高低 如果我执着 跟他一样低 懂吗 如果我执着 我们使得理想 我的出家 我的理想 我现在要做什么 什么宗教法 多伟大 我如果执着 跟他一样低阶 那一样是内在的某一种欲动 哪怕他很广 影响他很广 很深 那也是你自己的看法而已 那也是你在这个人的环境之下看法而已 放在整个法界 整个无名的境界当中来说 那跟他的那个 我这里白白哦 我这里没作文哦 所弄出来的这个人生价值的本质上 五十步百步而已 所以注意 行这个事情呢 它有很多种内容 它让你会感觉活得很有价值 活得比别人有份量 你了解吗 你了解吗 那么多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